大陆艺人吴亦凡2021年8月卷入桃色丑闻,随后以涉嫌强奸罪遭北京检方批准逮捕,25日上午一审判决结果出炉,他总共遭判13年有期徒刑,附加驱逐出境,演艺人生短短两年大反转。 他参与的综艺节目,戏剧作品全下架,他和杨子合作古装青簪行,更是还没播出,就等于彻底消失,让不少人替杨子以及参与这部戏所有辛苦的演职人员心疼。 吴亦凡判决出炉,青簪行彻底消失,该剧改编册册清寒原著小说《簪中录》是吴亦凡首部古装作品,女主角为杨子,2019年11月在恒电影视程开拍,三个月后面临疫情停工。 2020年3月复工,攀设五个月后杀青,男女主角都各拥有庞大粉丝,因为征番事件惹出不小风波,之后又因为吴亦凡嫌右肩未成年,吸毒等罪行,让这部戏上当遥遥无期。 吴亦凡害青簪行无法播出,随着吴亦凡罪行确定,大陆对于劣迹艺人管控严格,除非山光男主角戏份完全不露脸才有可能播出,被业界形容该剧彻底凉了。 吴亦凡除了有牢狱之灾,还有逃漏税嫌疑,根据陆媒报道,此前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对吴亦凡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逃漏税嫌疑展开调查,再审查了大量经营信息。 资金往来,多家境内外相关企业后,目前已经厘清案情,他在此期间,透过收入性质虚假申报,透过相关企业引逆个人收入等方式,逃了9500万人民币的税,依法对他追缴税以及质纳金、罚款,共计6亿人民币。 日前,税务局已经依法向吴亦凡送达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书,对此,相关负责人也对外承诺税务部门会持续做好文娱领域税收监管工作,依法严肃查处涉税违法行为。